云林湖尾镇马路边 这辆白色轿车就这样 协停在美甲店门口 影响到店家出入 更夸张的是店家委托房东联系女车主 没想到她人到台东游玩三天也就罢 居然还会呛 你拖一台我又叫一台来拖 呛就玩 这样是比较败的 店家气不过 把过程分享到脸书 引起网路热议 事件在网路上发烧 就连警方也关注 到场了解后直接开单处罚 于20号结合检举之后 陆续举发 到目前总共举发三件 你没有依照顺行的方向 就是所谓的那个协停 那会违反那个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56条一项六款 这个规定会处罚600到1000的罚款 警方连两日到场开单 总共寄出三张900元罚单 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多 女车主才将车移走 连据道歉也没说 但不止她这辆车被开罚 周遭同样协停的十多辆车 也通通受到违规罚单 警方呼吁停车还是要依照规定 另外若发现出入口被挡 也最好通知警方 不要私自处理 敌方中心 如果你私自雇用明灯业者脱掉 那可能会触犯到相关的强制罪 云林报道